魔法拉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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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看仔細 今天我們魔法拉拔機 又有新任務了 有什麼新任務啊 就是小紅帽 她要回到外婆家 小紅帽回到外婆家 這樣有很困難嗎 我知道了 是不是大野狼要來吃掉小紅帽 所以我們要去救小紅帽 不是 不是 那這樣還會有什麼困難任務啊 我們趕快來看看題目就知道了 大家好 我是小紅帽 今天我要帶好吃的餅乾 去給外婆吃喔 媽媽是要沿路上 只要遇到果樹的時候 就要停下來數一數 往水量比較多的方向去 就到外婆家囉 好 那現在趕快出發去找外婆了 Go 遇到岔路了耶 怎麼辦 該走哪一條好呢 有了 媽媽說遇到岔路的時候呢 只要數數看 看哪邊的水果比較多 就要走那個方向 好 那我先來試試看 檸檬樹 有一顆檸檬 那蘋果樹咧 有一 二 三顆蘋果耶 所以呢 一定是走那邊 好 走這就對了 糟了 怎麼走一走 又遇到了一 二 三 三條岔路啊 那這樣子 到底哪一條 才是去外婆家的路呢 小朋友趕快幫我 數數看 猜一猜喔 小紅帽 應該要往哪一條路走 才是對的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三個提示吧 第一個提示 好 第一個提示 是有三顆蘋果的蘋果樹 是不是應該要往蘋果樹 這一條路走呢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 這棵樹上面 只有一棵果實耶 是不是應該要往這邊走呢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三個提示是什麼 第三個提示上面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顆柳丁耶 那是不是應該要往柳丁樹 這邊走呢 媽媽說 要往果實水果數量 最多的那條路走耶 那到底應該要往哪裡走呢 我覺得是柳丁樹喔 小朋友 你會學哪一條路呢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 正確的答案吧 我知道了 這棵柳丁樹的水果 最多 所以一定就是往這邊走 好 出發 這邊也沒有 這邊也沒有 還有 我們家的小紅帽 怎麼都還沒有來啊 該不會是 那不是外婆嗎 外婆 小紅帽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我是我家的小紅帽 好開心啊 外婆 妳再不來 我還以為妳迷路了呢 我本來真的差一點點點 就迷路了 不過還好有大家的幫忙 讓我找到正確的路喔 是這樣子的喔 多謝你們的幫忙啊 有你們的幫忙 我們家小紅帽 才沒有迷路 對啊 謝謝大家的幫忙喔 那外婆 我們趕快去吃點心吧 還有點心可以吃喔 走走走 這裡這裡 好棒喔 答案就是柳丁樹喔 媽媽說要往水果 數量最多的方向走 柳丁樹上面有10顆柳丁 就是水果數量最多的果樹喔 所以往那個方向走 一定可以找到外婆了 對啊 沒錯 數量多和數量少 小朋友 你們會分辨了嗎 那我們魔法拉包機 下次見囉 拜拜